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止至5月21日 年龄从6岁到11岁的小朋友均可以报名参加 由都林责任教育机构举办的夏令营活动 此活动是都林教育机构 圣保轮联合银行和PO办公室处为那些在下期期间停留在都林的家庭联合举办的 此外 从24号开始可以报名参加到洛阿诺的夏令营活动 如何报名和地址等详细信息可以查询屏幕下方的网址 自5月5号以来 中国南方多省市遭遇暴雨及强对流天气袭击 部分地区遭受暴雨 洪涛等灾害 10日上午10时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未来两日 南方部分地区暴雨仍将肆虐 目前 广东洪涛灾害已至19人死亡 国家减灾委 民政部于10日8时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台湾地方法院审理前领导人陈水扁二次经改案 10日下午2时30分开庭 这是首度进入实质性审理庭 据悉 将陆续传唤24名证人 其中两位涉嫌洗钱案的重要海外证人 律师申请以海外远距离视线方式结问 此外 陈水扁 吴淑珍也会当庭接受儿子儿媳 陈志忠 黄瑞敬结问 上演扁家人大对质戏码 以上是这个星期的信息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我们下周再见 一 dire點 membership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